这一期我来讲一下什么是电 电可能是对人类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 已经和食物或者是水和空气差不多 或者比它第一个档次 但是如果没有电的话 我们这个社会肯定是马上就会瘫痪的 包括我们也什么都做不了 想玩手机肯定也是玩不了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用电 好像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了解电 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个样子 关于电至今仍然有大量的未解之谜 幸好我们做这个实验的话 对电学的知识虽然也是了解的越多越好 但是在计算机中我们确实不使用 成为一个电的科学家 才能够了解计算机的原理 所以我们只需要了解一点就可以 实际上人们发现电是非常早的 早就早在公元前的2800多年 古代好像是埃及的哲学家 已经发现了电漫这种鱼 电漫大家应该都见过 然后他们把电漫这种鱼称之为尼罗河雷公 通过这种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到 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 就是说电漫的这个电跟天上的雷公 打雷的那个电也许是有一定的联系 否则他们不会把它称之为尼罗河雷公 但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 就是说古代的埃及人对这个电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电在英语中的单词是Electricity 这个来源于是古希腊文 就是Elecrum 也许是这样读 这个单词在古希腊中的意思是琥珀 我们上学的时候 包括我们上初中 只要一学电学 就会说琥珀跟毛皮去摩擦了 就是产生电 因此它是来源于琥珀这个磁根 随着时代的发展 当然有特别特别多的人 试图证明这个电是什么东西 当然也一直没有成功 直到最近两百多年 它有越来越多的人给出了一些 可以说是某种令人信服的解释 出生在英国的约瑟夫 就是他叫约瑟夫汤姆逊 这个我们都知道 他也获得了诺表奖 应该提出了一个模型 就是原子的模型 叫汤姆逊模型 他试图解释的是电荷 是正电荷 然后分布在一个球体上 是均匀的分布的 然后负电荷集中在中间 就是说整个原子的中间是负电荷 这个说法流行了特别特别久的时间 直到后来的话 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在英国曼车斯特大学 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散射实验 这个实验被称之为 也是两位科学家 是在卢瑟夫的指导下 应该是卢瑟夫的学生 还是同事 叫一个是盖格 一个叫马斯登 这两个人做了实验 当然这个实验 我们所知道的名字 最长的名字叫卢瑟夫散射实验 就是在这个实验里 他们是用粒子 用α粒子 然后轰击一个铝箔 就是不停地去打它 如果按照 当时的那个原子模型的话 因为你是均匀分布的 你这个粒子的话 α粒子肯定要 要么是减速 要么是反弹回来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就大部分的粒子 就顺利的通过了 没有发生任何的偏转 也没有速度 也没有减慢 只有少数是偏转的角度非常大 他们就证实了 这个原子一定是 原子核一定是非常小的 因为大部分都能穿过 因为没有粒子 当时是没有被弹毁 因此也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个实验也就推翻了 汤姆逊的那个模型 随后卢瑟夫跟博尔 建立起来了自己的原子模型 由此建立了 就是说现在的原子理论 也就是由此开始 也就是打消了坚实的基础 就博尔模型 它是就是我们书里所学的 博尔模型 实际上现在有更先进的模型 只是我们书上不再讲了 博尔模型就是讲原子 就是中间的是带正电 和它集中了所有的质量 那个电子则是分布在什么 分布在一个轨道之上 但这个模型 有很多也不能解释的东西 由此量子力学 当然又对这个原子的稳定性 如何它能保持稳定性 又给予了解释 但对我们研究 做一个小小电路的话来说 这些知识已经足够了 当我们在秋冬季节的时候 我们脱毛衣也好 还是尤其是秋天和冬天 会特别的 这个情况 我起码会特别的遇到 就是我们走在路上 走时间很久了 然后你去 一拉这个门把手 或者晚上脱毛衣的话 总会有一些电火花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里面的电子 然后跑掉了 当我们跟这个门把手 跟我们的鞋子 然后摩擦的话 可能就电子不停的跑掉 然后我们整个的身体 是在正电荷 然后当我们一伸手 摸这个门把手 或者是跟人握手的话 就是电荷呢 因为人是一个导体 电荷 然后就通过 电子 电子就通过这个门把手 然后又回到了人的身体上 可能会被电一下 但是这个就是非常重要 我为什么讲这个非常重要呢 因为 这是一个非常前期的知识准备 因为 以后要讲半导体 还是要讲这个东西 等到讲半导体的时候 就不讲这个了 因为我们要用了大量的晶体碗 如果晶体碗你不知道的话 就比较痛苦 包括晶体碗呀 或者是你不知道 怎么去掺杂 就是还是这个理论是可以解释的 对我们来说呢 就是还有一个现实 特别重要的 我刚刚讲了 人是一个什么 人是一个导体 人是可以接地的 你站在地下 就是接地了 因此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球 看都是一个无穷的电子库 就电子呢 对地球中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电子呢 所有的电子都是一样的 就是包括你是树中的电子 或者是任何地方电子 都是一样的 我们要认为是一样的 包括这个石头里的电子 跟我们人的身体上 电子是一模一样的 因此呢 电子的流动啊 也就产生了这个电流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样一个符号 就接地那个符号 为什么要记住 这个接地这个符号 我们可以接电路的 包括以后接芯片 就芯片的话 我先拿一个 我桌子上没有这个芯片 其实我有很多的芯片 芯片的话 有很多的针角 你要知道 它有一个ground ground这个呢 针角呢 就是用来接地的 这个呢 一定要接 尤其是我们这种 CMOS这种芯片呢 一定要接起来 如果你不接的话 可能会出问题 还有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针角 叫VCC 这个叫GND 就接地的 还有一个VCC啊 这个针角呢 这是给芯片供电的 当然这就是 我们所需要了解的 电学的基本的知识 就这些 就是接电 然后呢 它为什么 会产生电流 当然 稍微的 我再解释一下 如果知道这些 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不是要去 学习电学 而只是 能够把电路接起来 尤其是对一个 十几岁的小孩 让它搞清楚 这一个呢 就是我录那个 做那个小实验的 一个等效的电路 这边就是开关嘛 然后这是一个 我接了五福的电源 然后这个是个电流表 电流表要串联进电路 然后这是一个 150欧的 那个电阻 然后这个是个LED的 那个灯 就是我做实验的 是一模一样 讲这个呢 是 讲的是比如说 我把这个闭合之后 它肯定是有一些 这个表啊 就会亮了 什么的 最主要的是 它的电流的一个流向 电流的流向呢 是同这 是这个样流的 是从负极 然后这样穿过去 是负极 然后流向正极 就这个地方呢 是很多人会搞错 但这个没有关系 就是富兰克林 美国的科学家是吧 然后他们都会搞错 但这个从正极流向负极 还有从负极流向正极 实际上关系并不是那么大 你只要是 如果错的话 就错到底 是没有问题的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是因为我们接这个二极 就是二极管的时候 或者是晶贴管的时候 它要有一个正负极 都会显示一个正负极 比如说我 我现在就拿一个 这个去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晶贴管 可以看到这个 有一个脚是短的 有一个脚是长的 就是这个不能接错 你如果接错了的话 就会坏了 就会坏了 它就会不亮 这是要强调的一个地方 是什么东西呢 我现在就会坏了